今天是我们讲孔子的第三讲 前面两讲里面 一讲我们讲了孔子的家世和他本人的生平 那么第二讲呢 我们讲了孔子的自身的道德修养 从儒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所谓的内圣 就内心修炼自身 让自己的修养成为一个圣人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孔子我们为什么把他称之为圣人 但是圣人是从他的个人修养的角度讲的 所以我们第二讲讲这个理由 那么今天我们第三讲的就讲外王 因为儒家的内圣仅仅是一种个人修养 按照后来孟子的说法 儒家的最重的目的是要通过推恩的方式 把自己的内在的人德修养 推广到社会上去 推恩 推就是推广的推 恩就是恩德 恩惠的恩 就是把自己内心里面的人爱之情 推广到社会上 体现在国家的政治和政策上 然后让人民让百姓都能够享受到人政所带来的好处 这就是所谓的外王 王就是王道 和王道相递称的就是霸道了 霸道就是武力来治你天下 以武力 以强权正直来治天下 那就叫霸道 那么孟子和孔子们 他们希望的是通过仁德的方式来治你天下 为这以德 所以来这就是王道 王道 那么内圣和外王 他两者之间 有一个奴旗的关系 有一个奴旗的关系 按照儒家的说法 后来他在中英上面啊 大学上面一开始就讲到了这样一段话 要先治国家的话 先必须 齐家 家要齐家的话 先必须修身 所以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它是一个奴旗的过程 首先我们把自己的自身的道德修养好 然后通过自己的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影响自己的家庭 让自己的家里面父慈子孝 兄弟友爱 夫妻和睦 这就是齐家 再推广一步 就是治国 国家治好 那么这个国家我们知道 在孔子的时代的国家是指诸侯国的 这是诸侯的 那么天子拥有的不是国家 是什么 那是天下 所以他还有个更大的概念 就是天下 天下是包括所有的诸侯国在内了 所以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奴旗的关系 那么修身就是立圣 后面的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就属于外王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讲一讲孔子的外王之道 讲一讲他的人政的思想 以及他自己在实现 在推广他的人政的过程里面的 一些遭遇 实际上我们说 孔子虽然 像我们上次所讲的那样 是一个非常富有 个人的 这样的一种情怀的一个人物 是一个非常性情的人物 但是 从他的最终的目的上来讲 从他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上来说 他并不想 仅仅做一个圣人 他还想做一个圣臣 大臣的臣 圣人和圣臣的区别在于 圣人是个人的 是用个人修养 而圣臣是把自己放到 社会的价格体系中去 放到社会的这个体制里面去 让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关系 往里面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作为一个圣臣 来福祖有德之君 治好天下 让天下的百姓都能够得到恩惠 所以后来孟子也讲过一段话 讲到儒家的一个理想 就是达则奸善天下 穷则不善其身 后来把这个达则奸善天下 就改了一个字叫达则奸祭天下 那就是说 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的人物 当他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时候 当他得志的时候 他是要奸祭天下的 他不仅仅是要包好自己的 个人的道德修养 他还要通过自身的努力 通过自身影响政治 来使天下的政治都能够得到改善 让天下的社会能够得到改善 让人民从中得到好处 所以我们说 孔子他不仅仅满足于 作为一个圣人 他的最终的目标 他是想作为一个圣臣 想作为一个圣臣 然后来辅足为一个有道之君 这个有道之君能够很 能够轻从他的教导 然后他可以利用有道之君 利用他的世俗的权利 来提供他自己的道 我们后来说 我们说一般来说在一个社会上 一个政治 他总是有一种构成的一个结构的 在政治之上还有一个所谓的道统 然后整个的政治体系 从天子到诸侯 到大夫 这个叫所谓的正统 在正统之上一定有一个道统 什么叫道统 就是你的政治的基础是什么 你政治的道德基础是什么 那么孔子实际上就是代表着道统的人物 但是道统往往必须通过正统才能够实现 才能实现 所以他为什么要做一个圣城 就是说通过做圣城 他可以通过世俗的权利 通过国政的力量 然后让他自己的道和世俗的政权结合起来 和世俗的权利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真正的有益于 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民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孔子平时 自己独自一人的时候 或者贤居的时候 他的气质是非常悠闲的 我们的启纲上面讲到了 子之燕居 生生如也 夭夭如也 你看非常优雅 非常贤实 非常从容 很优雅的一种态度 很贤实的一种风度 很从容 很不破 什么叫不破 就是没有压迫 内心里面非常轻松 这是他平时的 在他所谓的燕居 也就是闲居的时候 但是孔子并不是 永远是这样的 我们在内容里面会看到 孔子在有的时候 完全不是这样 他给我们呈现出来 是完全不同的一种 为人的风格 在冷宇的第十章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 孔子 给我们体现出来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作风 一个什么样的气质 什么样的一种派头 入宫门 鞠躬如也 如不容 你看他进入朝廷的大门的时候 鞠躬如也 小心 恭敬 好像都无地自容一样 好像不知道往哪里走 好像站在什么地方都不合时 非常拘谨 非常小心 这和他的平时在家里面 延居的时候 身身如也 摇摇如也 完全不一样了 下面还有 列奇 升堂 鞠躬如也 力不中门 心不履悦 故魏 色伯如也 这些一大段的古文的东西 我们不再给大家一页来翻译 那么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他从来不站在门的中间 我们说横行霸道 是吧 孔子的祖先曾经是寻强而走 是吧 到了他嘛 他就不会站在门的中间 站在门间就拔出道路了 是吧 走路的时候脚不拆门槛 我们现在大家 大家可能到寺庙里面去拜 拜这个佛的时候 大家会也会提醒你 是吧 不要拆门槛 孔子走路不拆门槛 经过国军坐位的时候 他的面色非常庄重 脚步加快 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好像 中气不足的样子 跟国军说话的时候 好像中气不足的样子 没有坎坎阿坛的风度了 在殿堂上走路的时候 小心的用手 提起自己衣服的下摆 屏住气 连呼吸都是小心的 好像不能呼吸一样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论语里面 看到了他是这样的一种聚警 为什么在他另外一个记载里面 他又是深深如也 夭夭如也 那我们说 这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 在不同的角色里面 孔子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当他作为一个圣人的时候 他是深深如也 夭夭如也 当他作为一个大臣的时候 他是拘谨的 是小心翼翼的 是非常恭敬的 虽然我们认识孔子 我们不能单一的从一个方面来看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是个圣人 但同时 他非常希望 做一个圣臣 做一个像周公一样的圣臣 他最崇拜的就是周公 周公我们知道 那就是被历代的儒家称之为圣臣的 我们家有大臣有忠臣 对吧 忠臣已经级别很高了 按照古代的这个这个孟子 这个孔子啊 包括荀子的分发嘛 那么最小的一段 那就是奸臣了 还有篡臣道臣 这都是属于奸臣一类 然后又巨臣 这个类语里面 孔子也讲到了巨臣 就是工具的巨 为什么叫巨臣呢 那也就是什么 仅仅是冲个样子 冲个树而已 这个地方其他一个人 你就在冲个树吧 叫巨臣 没有什么才干 也没有什么道德 但是呢 我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缺口 没人干 让你一直在顶着 叫巨臣 也很平庸的 巨臣的上面 那会是忠臣 那屈原这样就是忠臣 比忠臣级别更高一的就是大臣 大臣就是能够承担大任 担当大的风险 然后干一番大的失业的人 称之为大臣 大臣 那还有再高一层的 那就是圣臣了 像周公这样 不仅能干大事 不仅能够分担天下的重担 而且 道德非常高尚 忠心耿耿 成大事又成大德 那就成这位圣臣 所以孔子们 他就非常希望 想让自己也成为一个圣臣 可惜的是 他一直没有找到圣君 没有圣君的时代 你想做个圣臣 当然是不可以的 你想他一生 所碰到的几个君主 几乎没有一个像样子的 你看那个鲁埃公 对吧 连韩非子都说他 只是下等的君主 那个魏宁公 那就更不像话了 那齐景宫也是不像话 自己个人生活非常腐朽 孔子本身也批评过他 所以他一生里面 根本是碰不到他 心目中的那样的 所谓的圣臣 他当然成不了圣臣 最后这也有时事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孔子做圣人 他是成功的 做圣臣 他是失败的 他是失败的 而他的人格的精神 在他做圣人的时候 他是自如的 是从容的 而做圣 在他体制里面 在鲁定公的手下 或者在鲁埃公的手下 或者在七景公的手下 在魏宁公的手下的时候 那他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了 在体制以外 他是自由的 是自如的 在体制以内 他就不能够自如了 他往往表现的 就非常非常的拘谨了 他已经没有他自己了 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出来 体制对人的 对于个人的 一种压迫 连孔子这样的圣人 在面对体制的 强大的压力的时候 他都改变了 他自己一贯的作风 所以我们不知道 对吧 孔子有没有像卢苏那样 考虑过人虽然是生啊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家属之中 这是卢苏啊 卢苏的话 人是生生啊自由的 生下来天父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人类自身 建立了很多的体制 所以我们无往不在家属之中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由 那么孔子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是呢 有一点在于 孔子能够自觉的认识到 并且主动的屈服于体制 并且向体制表示了他的忠诚 孔子从来没有反抗过体制 他不是一个革命者 他不是一个造反派 他没有反抗过 他甚至有意识的 想让自己成为体制中一个分子 他只是想改造一下 或者说改良一下这个体制 假如我们必须带着家属去跳舞的话 他希望这个家属呢 能够好一点 所以孔子并不反对人政 孔子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他只是要把政治变成人政 而不是暴政 他只要改良一下家属 使这个家属变得可爱 可以接受 把家属变得像项链一样 本来是家属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项链 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本来是束缚自己的绳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领带 孔子所做的事 在很多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工作 所以他自己 他曾经说过 他自己到了七十岁以后 从心所欲而不一句 这一句话非常好 我们看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了两个内容 从心所欲 就是他自己 句是什么呢 就是外在的体制 外在的约束 所有的约束我们自由的东西 而他人生的修养 从十五二至一学 一直到七十岁 他最终遭到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 和体制的一种妥协 一种和谐 是自由意志吗 是的 为什么呢 从心所欲 我没有约束自己 我没有克制自己 孔子曾经提出了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概念叫克己福利 他希望别人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 然后恢复周理 我们知道要克服自己的欲望 那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我们有欲望 我们不得不克服很痛苦 我们很喜欢吃 但是为了减肥 我们不吃 我们结实 难道我们有点痛苦吗 会有的 是吧 但是孔子说 如果要恢复周理 可能不得不克服自己的一些欲望 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这样 孔子也是这样 只不过是他 一生都在牟利自己 到了最后 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不需要有意识的克服自己了 因为他自己的道德的修养 已经和这一个体制完全和谐了 虽然他从心所欲 但是他已经不预计了 虽然他不预计 但是他仍然是从心所欲的 所以这句话里面就体现出一个什么 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孔子通过自身的修养 最终使自己的个人的意志和社会的体制完全和谐 这是非常难以达到的经济 很难很难达到的经济 我还不知道有谁达到过这个经济 只有孔子这么标明过 实际上孔子达到这个经济的时候 也不是说他很早就到他要到七十岁才达到 七十岁以后他也只活了三年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注意到 他是十无二至于学 三十安利 四十不祸 然后五十六十这么一直下来 这整个一个过程是在修养自身 而不是在改造社会 这一段话里面孔子在讲 我怎么样修养自身 所以我刚才讲到了 他修养自己成为圣人 他成功了 但是他改造社会 成为王道乐土 他有没有成功了 他失败了 他失败了 原因啊 或者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修养自己需要的只是我个人的毅力 个人的耐心 个人的道德追求 而改造社会 需要的不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 可能更需要一些实事 如果实事不到 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 而孔子却恰恰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后来孟子也讲到了 孔子是圣旨师者也 就那个时代正好需要这样的圣人 但是这个圣人出来以后 能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呢 那又做不到 他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说 孔子改造这个社会的这个热心 后来只变成了他的一番苦心 在孔子的时代有很多的隐士 在论语里面都记载了 孔子碰到过很多隐士 这些隐士们曾经也讽刺过他 也规劝过他 你不要再这么做了 没有用处的 白忙的 这个社会是改造不了的 那显然是冷心 而孔子是热心 但是这个热心到最后只能是一番苦心 因为他无法把自己的热心 转变成实际的 一种社会上的效应 而且这个苦心呢 实际上 在他的同时代的人 就很多人发现了 对吧 我们说 在我们的下面一段里面 他的这一番苦心 就被一个挑着草筐的 一个卫国人听出来了 一个挑着草筐子的卫国人 能够听出来 孔子在极庆的时候 在孔子的极庆的音乐声中 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番苦心 这个人显然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影视 孔子在这个卫国 很苦恼的时候 在弹奏了音乐 我们知道音乐往往是自己内心的 情怀的表现 然后他的门口 有一个挑草筐子的一个人经过 他就站在旁边听了一会 说了一段话 有心在极庆乎 这个极庆的人啊 他的内心里面有苦恼啊 能从音乐中听出苦恼的人 难道是一个普通人吗 肯定不是 然后他继续听下去 然后对孔子的这个音乐 又做出了评价 闭嘴 坑坑虎莫己知也 思议啊一意 你也太想不通了 这个并不是说孔子 你这个人很卑鄙 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卑鄙 这个词在古代汉语的意思 跟今天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境界不高的意思 境界不高啊 在你的音乐里面 我显然的感觉出来啊 你好像对别人不了解你 你很有 还想不通啊 那会有个人说 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罢了吗 有什么了不起啊 算了吗 思议啊 阿姨 孔子听到这个话以后怎么做呢 国子 莫之难以 真是这样吗 如果我能真能做到这样就好了 可是我还做不到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有旧事的热肠 我们在第一次我们讲到了 孔子过泰山侧 有夫人窥雨墓在深哀了一段 他听到一个妇女在坟墓面前哭得很悲伤 他就要去问一问 问到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妇女家里面从她的公公到她的丈夫到她的儿子都被老虎吃了 然后孔子说 既然你这地方有这么厉害的老虎 你一家三大堆被老虎吃了 你为什么不搬走 这个妇女说 无磕镇啊 我这个地方没有 磕哭的镇治啊 虽然有老虎 但是我没有磕哭的镇治 这个地方的镇治比较宽松啊 然后孔子就很感伤 就对他的弟子们说 小子置之 磕镇蒙于狐野 实际上这件事情对孔子的触动非常大 为什么当很多人都冷了心肠 自己的隐居 或者独善其身的时候 孔子不能够抛开这一切呢 孔子本人的生活没有问题啊 我们知道的 对吧 他有氏族啊 他有他的事业啊 他不仅有职业 他可以做个老师 对吧 他可以让自己维持一个非常高水平的生活 而且他有事业 他可以培养学生啊 教育既是一个职业又是一个事业啊 他还可以整理六经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首选 不是他的首选 首选他是要改造社会的 所以这个卫国人对他的啊 这样的一种评价 孔子说我还做不到 我面对着世界的这个苦难 我不忍心丢开不管 不忍心 那么孔子的这样的一种旧事的苦心 不仅是卫国人听出来了 鲁国人也听出来了 而且这个鲁国人呢 仅仅是一个看守城门的人 一个守城门的 一个门房的老大爷 他也听出来了 有一次 子禄 苏语 石门 石门就是鲁国的 屈辅城 外城的一个城门 子禄在那地方坐 在那地方度数 那这个看守门的人 看门的人就问他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子禄就告诉他 自孔氏 我是孔子的学生 然后这个看本人对孔子有一句评价 非常非常精彩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语 你讲那个孔子啊 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那个人吗 这句话真是太好 太好了 如果这个门房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他来讲出这个话 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我们在古希腊的悲剧里面 看到那些悲剧的英雄 都有这样的精神 所有这些古典的悲剧 古典的悲剧里面 所展现出来的那些伟大的人物 他们之所以是悲剧性的伟大的人物 就是他们的人性非常高贵 他们的人性之所以非常高贵 就是因为他们 往往能够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们说当我们做一个理智的判断的时候 当我们做一个公益的判断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好结果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弃之而去的 只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肯定是有一种伟大的人格的人 他只追求努力 不追求成功 甚至他知道最后是失败的 但是他仍然要这样做 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功 仅仅是为了证明人是伟大的 仅仅为了证明人是不愿意向命运屈服的 这就像后来的这个海明威写了个老人约海里面的 那个桑提哥亚讲的话一样 人 可以被打倒 但是不可以被打败 你可以杀掉我 但是你不可以打败我 你可以杀掉我是因为你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我 你不可以打败我是因为你不可以在精神上征服我 所有的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的精神 没有这样的精神绝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 所以一个绝对功利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所以这句对孔子的评价我知道太了不起了 知其不可而为之 当然在先行也有完全不同的选择 道家他的选择跟孔子就正相反 庄子也就有一句名言叫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 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这一切不可以改变 我就把它看着命运 我坦然的去接受它 这也是一种精神 在人文科学里面 在价值系统里面 我们不能够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这个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 往往不同的选择都是有价值的 它正好体现出人性丰富的一面 所以当庄子在选择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 这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生命也是一种精神 反抗命运也是一种精神 所以道家就是一个顺从自然的 所以就顺命的 而儒家往往上 以刚强的面目出世 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的 所以儒家和道家分 我在讲老子的讲过了 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 两种不同的精神 而这两种不同的精神都是非常伟大的 都是伟大的 无论是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 他是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 我们至少都证明了 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命运 确实太强大了 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反抗他 我们反抗他固然可以证明我们伟大 我们向他投降 也同样可以证明我们是了不起的 证明我们是伟大的 面对一个绝对伟大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真的是这样 无论你是反抗他 还是向他投诚 都是无可厚非的 而儒家和道家恰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儒家显示出我们的勇气 儒家显示出我们在面对命运的时候 我们的勇气 而道家显示出我们在面对命运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 因为民族不就是需要这些东西吗 我们需要勇气 我们也需要智慧 我们需要对命运进行反抗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 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命运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孔子好像把这个世界也忘了 从三十岁到五十岁 一个人一生里面最好的年华 从三十到五十岁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从三十到五十 已经是很 对吧 一生里面最重要的 对吧 最连锋力强的时代了 在孔子的时代 普遍的寿命很低的情况下 孔子能够挺到五十岁 对吧 一直没有做官 这确确实实具有足够的耐心 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孔子就看成是非常热衷于做官的人 我们一些文革都是批判孔子 就说孔子是个非常热衷于做官的人 孟子在这个 在他自己也讲到了 说孔子是三月无军 黄黄如也 这个话后来被文革 文革的事情抓住了 就说孔子说 孔子如果三个月他没有国君的话 他就缓缓不可终日了 那我们文革抓住这一句话 就说明孔子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统治阶级的走狗 如果没有这个主子来伺候他 这个走狗就没有家了 就丧家狗一样 那就平了 我们文革就这样来批判孔子 实际上这个话不能这么理解 更何况从三十岁到五十岁 整整二十年 孔子我刚才讲 好像把这个世界完全忘了 在这个自己年俘立墙的时候 他只是和他的学生们 厮守在一起 和他们他学生们在一起 讨论学问 讨论政治 讨论修养 在这些理论上的探讨 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 那一段时间里面 孔子给我们看出了 很有点道家的风范 实际上在孔子的这个 整个的人格的风范里面 我们不仅可以看出 儒家阳刚的一面 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出 道家修养的一面 像生生如业 妖妖如业 就有一点道家的一面 在那二十年里面 孔子是幽哉 游宰可以足碎 也是好像很悠然 也曾经有过这段时间 但是天下森林涂炭 凶凶涛涛 孔子不出来 与天下苍生河 在这个时候 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这么了不起的 一个知识分子 真的就可以关起门来 做自己的所谓的 纯粹的学问吗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知识分子 不断的说 我们要做纯学问 天下大使都不关心 我见到很多很多的学者 在他那个专业里面 确实可能很有知识 一谈到公共 社会的公共事务 他非常无知 无知的跟一个家庭妇女 为什么人家呀 可是他的图形 他顶着可是教授 是专家 是学者呀 一谈到社会公共事务 他真的是无知的 跟一个家庭老太太一样 这是不对的 所以孔子最终总要出来的 在他二十年不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是想不通的 所以在乐语里面 有这一段记载 有人对孔子说 仔细不为政啊 你为什么不去从政啊 那么为什么问孔子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说 孔子啊 天下都混乱到这个程度了 都黑暗到这个 这样的一种地步了 你为什么还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通过 你个人的影响来改变这一切 但孔子好像很不着急 孔子说 上书上不是说了吗 笑呼为笑 有语兄弟 诗语有证 这是上书上的话 我在家里面 做一个孝子贤孙 我在家里面 处理好兄弟关系 我修身我齐家 修身齐家不就是治国的基础吗 所以下面诗语有证 通过这样的一种道德影响 那间接的影响政治 然后孔子的评价是 视义为真啊 这也是在从政啊 你为什么说我不从政啊 我不一定一定要去做官啊 我不一定要到一个官僚体制里面 某一个职务啊 我在宣扬我的道啊 我在让社会上的人都能够像我们 像我所宣传的那样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做一个孝子 做一个贤僧 都能够做一个曾经兄长的人 孝替也在其为人之本意啊 而且孔子讲到了 人一个人如果是在家里面能够孝顺父母 曾经兄长 是不可能做一子 不可能做叛臣的 忠臣和孝子是有奴隽联系的 孝子往往是忠臣 所以古人讲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啊 我让所有的人都孝顺 他的父母都曾经兄长 他就不可能犯上作乱 所以我做的一切也是在 从政啊 我只不过没有做官而已 甚至孔子给自己的辩解 这个辩解非常有道理 但是呢 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 孔子确实在那个时候好像很不着急 很不着急 最后连他的弟子都开始着急了 他这个很聪明的学生子贡 子贡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济世情怀的一个人物 子贡也是个很善于说话的人物 子贡是孔子手下最善于言辞的人物 是他手下的一个非常 这个这个外交才能非常突出的人 在组传和史记里面都记得到了 这个子贡在外交上的巨大的成就 这个这个子贡的外交成就实在太突出了 我们不是三叶战舆讲得完的 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接触的外交家 同时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他很善于言辞 所以他对老师长期不出来渡官 他也很着急 他用英语的方式来跟孔子说了一段话 给孔子他哑咪 说老师啊 有一块很漂亮的美玉 运毒而藏居 求善价而古诛 有那么一块很漂亮的美玉 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面 把它藏起来呢 还是找一个好的价钱 这个股啊 这个这个几信 假的这个假可以多价 那就是价格 也可以多成股就是商人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好的商人 把它卖掉呢 他是用英语的方式 他是用比喻 就你孔子就像一块美玉一样 你不能老是在家里面放在盒子里面藏着 你那个价格 价值没有体现出来啊 那孔子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弟子着急了 想让他出去做官了 来试探他的口风 然后孔子就说了 古之哉古之哉 我 带古这 卖掉吧卖掉吧 我只不过是等着一个实户的商人啊 我也想去做官啊 但是我想找一个实户的人啊 找一个能够听从我的道的人啊 从我前面讲的了 孔子固然是一个圣臣 但是他找不到圣君啊 他找不到实户的人啊 他是一块美玉 你找不到实户的人 你卖不到好价钱啊 所以这一段 这个师徒之间的对话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学生急了 到最后不仅学生急了 甚至被孔子苏特别深恶痛绝的 那些乱臣嘴子也着急了 我们看下面有一段 杨户和孔子的一段对话 杨户是孔子非常反感的一个人物 他是济世手下的家臣 我们在孔子的时代嘛 整个天下的政治持续全部混乱了 天子的权力没有了 被诸侯把握了 所以出现了霸主 天下的权力不在天子了 在霸主那个地方 诸侯的权力也没有了 被谁掌握了呢 被大头把握住了 你看鲁国的鲁昭公的权力 不在鲁昭公那个地方 在谁那个地方呢 在他手下的三个大夫那个地方 在三环那个地方 大夫的权力也没了 也给他的家臣把握住了 那就是谁呢 这个杨户 杨户控制了济世 济世控制了鲁国的国君 那鲁国的大权 最后不在鲁国国君的手里 也不在济世的手里 在一个谁的手里呢 在一个家臣的手里 这就是杨户 所以孔子很 非常讨厌他 但这个杨户对孔子一直很好 当杨户控制了济世 控制了鲁国大权以后 他非常想拉拢孔子 想让孔子站在他的一边 但是孔子对他近而远之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杨户一见孔子 孔子不见 他一直想让孔子来见他 孔子就是不见他 怎么办 杨户出来想了一个办法 溃孔子屯 他送给孔子一条猪腿 按照周理的规定 大夫如果给氏送礼 氏如果不在家里面 能够当场接受的话 那么氏必须去 到他家里面去拜谢 要回谢一下 那么杨户就通过这个办法 我给你送一条猪腿 杨户当然不是大夫了 但是他以大夫的名义送的 那你孔子 我现在给你送了你了 你不是讲你吗 你不是讲周理吗 按照周理的规定 你必须到我家来拜访我 你不是不见我吗 我就用这种办法 逼着你来见我 那孔子确实当时很尴尬 不见他违背了周理 见他吧又不愿意 怎么办呢 孔子失其往也而往拜之 对吧 孔子 先派人打听一下 今天杨户在家 不在家 那好 我们去拜访他 你不在家 我来了 你不在 他好 回家 这个事就了结了 孔子也很聪明 可是呢 非常巧 或者是非常不巧 欲诸图 在路上碰着了 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对吧 一个一定要见 一个就不见 要见的人想了一个办法 那逼着地方就见 不见的人也想了一个办法 对吧 想怎么样不见 但最终呢 欲诸图在路上碰着 然后我们看看 连连这地方非常有意思 我以孔子 这个杨户说话 这个口气很冲啊 由他那时候大权在握啊 但是问题 他讲的也有道理啊 不管有权 他讲的也是道理 所以我们讲话 口气很冲 对吧 来 于于阿爷 你走近一点 我跟你说话 很不礼貌 说什么话呢 怀奇宝啊 迷奇邦 可谓人呼 我们说杨户这个话 虽然这个人不怎么样 但这个话讲的真有道理啊 怀奇宝啊 迷奇邦 什么意思啊 你的内心有那么高的才能和道德 你却不出手来挽救天下 你有才能 你不施展出来 让你的国家处在这样的混乱之中 难道你这叫人吗 你看着别人落水了 你有能力去救他 你不救他 你这叫仁德吗 什么叫恶呀 你能为善而不为 就叫恶 你有这个能力去做一件善事 你却不做 你说那不做 那我既没有做恶也没有做善 不对 那就叫恶 所以杨户讲的道理 那确实实实道理 怀奇宝啊 迷奇邦 可谓人呼 那孔子只好老老实实说 不可以 孔子也很老实 对吧 孔子只好认道理 对吧 他不认这个人 但是他认你呀 你这个人不可 但是你的道理是对的 那我只好说不可 好从事啊 既事实可谓知乎 这个杨户把孔子也看穿了 对吧 你不是一个很安于在家里面 老老实实作为一个学者的人物 你不是一个愿意像我们今天的大学教授一样 做纯学问的人物 你是一个想施展才能挽救天下的人物 所以好从事你是愿意是希望能够到社会上施展才能的人 可是你却老是在家里面待着不断的丧失机会 难道这叫聪明吗 这叫智慧吗 这个道理也讲得很好啊 也没有错啊 所以孔子也只好老老实实说 不可 那好 这番对话结果 杨户问了他两个问题 实际上说明了孔子 两个现在有两大事物 第一 你有才能 绝不用这个才能来改变国家的状况 这是不仁 你眼看着天下的老百姓森林涂炭 你不出手相救 这是不仁 你愿意出来做官 你愿意出来做事 你却屡次失去机会 不善于把握机会 你这是不治 那到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孔子只好祈福 然后这个杨户又讲了一句话 日月事宜 岁不我语 这话也很有意思 对吧 时光在流逝啊 你已经快五十岁了 你不要以为你世界还长啊 岁不我语啊 岁不你待啊 你还等什么 快来吧 我这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位子 你来吧 孔子说 落无将事也 好吧 我准备出来做官吧 当然孔子是不会到他手下去做的 不然就不能成为圣人了 他本来就反对这样的乱臣贼子 到他手下去了 这以后不是完了吗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如父之言 但我们从前面的三段 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来 当时一般人 孔子的学生 甚至像杨霍这样的人 对于孔子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待在家里面 悠哉悠哉已经非常不满了 是非常不满了 都希望他能够早一点出来 实际上孔子难道自己不着急吗 然后说你老是失去机会 实际上那些机会在孔子看来不是机会 机会应该有双重的把握 一方面我出来能不能够做事 另外 我出来在谁手下做事 所以儒家特别讲究出处 就算我做官 我能做是一方面 但是我不能不择手段的去做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商鞅 商鞅到秦国 在秦木工手下做大官 但是他是通过谁的渠道呢 通过一个宦官 介绍他进去的 他最后在秦国做 这个搞改革搞了二十多年 成就非常巨大 秦国后来能够统一天下 那可以说就是商鞅改革的机会 但是 如果从洋户的角度来说 那这个商鞅很善意抓住机会 但从儒家的角度来说就不对 为什么 你没有通过正常的渠道 你通过一个宦官 宦官是什么 行鱼之人 你通过小人上去的 所以我们说时机 在孔子看来 不光是一个 我能不能实现目的问题 我还有手段 也要是合理的 手段本身也必须是合乎于道德的 所以孔子们虽然也很着急 曾经们有一段时间 也差一点就会犯错误 我下面有两段 对吧 有一次嘛 他想到公山富饶那个地方去 他有一次嘛 想到那个啊 避兮那个地方去 但这两个人 他在这个洋户 差不多的乱臣嘴子 这两个人想招他的时候 孔子也曾经都想去 他曾经把他们啊 一个是这个公山富饶嘛 是避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避兮嘛 也占据了一块地方 那么孔子想把这两块小地方 作为他的用武之地 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但是他最终都没有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 不是正当的人 不是正派的人 不是孔子能够看得上的人 不是符合孔子的 那个人道的理想的人物 所以他宁愿一次又一次的 失去机会 我们说这也是一种选择啊 我们做事情 不仅仅要看结果 有的时候确确实实 一定要注重手段的合法 合理合乎于道德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看到小人 人往往是成功的 君子往往为什么失败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小人他往往只追求成功 他往不择手段 而君子往往在追求成功的同时 他特别讲究手段的 合乎于道德 那你当然 你在竞争的过程中 你就会出于下风了 人家无所不用其机啊 你却这个也不能用 那个也不能做 那你肯定失败 所以一个人道德不道德 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仅仅是从他做事的结果来看 有的时候从过程来判断一个人的人品 可能更为重要 更重要 所以孔子们就像杨沪讲的那样的 每次失去机会 但是这恰恰 体现出来孔子的道德的一面 因为孔子是圣人 他不可能不择手段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么到了孔子五十岁以后 他首先在鲁国做官 我们说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非常成功 他非常成功 先做周公主宰 做得很成功 然后嘛 就做了司寇 又做得很成功 到第三年 带是摄像室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宰相的这一摊室 他要带你了 虽然不是正式的宰相 带宰相 宰相就是从你 带总你 这是孔子一段时间 政治非常成功的一段时间 很成功 但是 他在鲁国施政的时候 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做 他不可能不危害三环的利益 而他一旦失去三环的支持 他在鲁国的政治的前途 就不可能是光明的 所以孔子的失败 是注定的 是注定的 我刚才讲 他是不合时的 他是不合时宜的 管州为什么能成功啊 他合时宜 商鞅为什么能成功啊 他也合会时宜 孔子为什么不成功呢 他不合时宜 那么从鲁国出来以后 他就开始周游列国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 信任他的 能够实行他道的这么一个 诸侯 但是在这一个周游列国的过程里面 他建了很多 包括他此前建过的 齐景宫 后来的魏宁宫 对吧 还有到设地区的一个所谓的设宫 甚至还可能有楚招王 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 能够 实行他的主张 没有一个人能够实行他的主张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到处碰壁 甚至有人要杀了他 孔子 这周游列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 痛苦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充满 屈辱的一个过程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冒险的过程 齐景宫不留他 鲁定宫不用他 魏宁宫冷淡他 楚招王 防止他 这是诸侯 小人政客都打击他 绝粮与陈菜 在陈菜的地方 粮食都没有了 弟子们都饿得 趴下都站不起来了 他老先生身体好 还能够弹琴 从这并莫能心啊 那跟随着弟子人家子路 那样的人身体很好吧 一大帮人都饿得 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他还弦歌不绝 他在那弹琴唱歌 他有精神力量 有精神力量 位于匡 斗于普 在匡地 被人包围起来 要杀掉 在普地又被人包围起来 要杀掉 在宋国 宋国的司马桓腿 也要杀他 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过 他曾经批评过 这个司马桓腿 司马桓腿在生前 就造一个很大的 一个石头的棺材 准备死后 造在那个棺材里面 劳命伤财 造了好多年都造不起来 好多人家里面 都给他弄破产了 孔子听说这个事情 就通骂一队 说这样的坏人 死了以后 让他赶紧烂掉 诅咒他呀 孔子会骂人的 他骂了就过去 他忘掉了 那小人可不忘掉 小人和君子一个区别 就是小人记仇 所以孔子们跑到了 到了宋国 他不知道他到了宋国 就到了司马桓腿的 那个管辖的范围之内了 他还在大树下面和弟子们 听下来 我们休息休息 我们演练一下周礼 他在那摊着琴 弟子们唱着歌 戴上礼帽 穿上礼服 在那地方 在演戏周礼 司马桓腿一听说 孔子来了 那好 宰了他 就带着一包士兵 就包围他了 首先把大树就砍倒了 那情况非常危机 那弟子们赶紧就 驾上马车 逃跑了 真的是逃跑 所以我讲的圣人 并不是无王而不圣的 你要作为一个君子 你要作为一个圣人 你就必须要准备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可能常常是失败的 他在任务里面 对当时齐国的一个 很重要的政治家 给予一个很高的评价 那就是燕子 他说燕平公 燕平中啊 善于人交 求啊尽知 说燕平中啊 很善于人打交道 你跟他待的时间久了吗 你会非常敬重他 可是就这么一个 他很敬重的人 这个人也看不上他 他在齐国齐警公属下 齐警公曾经很欣赏他 准备重用他 可是齐国的国相 燕子 对齐警公说 这个人不能用 儒家的那一套 不适合于我们现在了 那一段话讲得很复杂 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大致的意思就是 儒家的那一套礼节 儒家的那一套作风 儒家的那一套道德 和今天都不适合了 所以那一套 已经不能够治当事之名了 所以齐警公就开始冷淡孔子 以后就跟孔子说 我老了 不能用你了 你还是走吧 你看 这个燕平正可不是小人啊 他是那个时代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呀 连孔子对他都评价很高啊 不到孔子很高评价的政治家 那个当代的人不多的 但是就是他也不欣赏孔子 就是他直接把孔子在齐国的政治的生命断送了 然后 他到了 在蔡的地方 后来和楚国有过一段交道 这一段是孔子最伤感的一段 最伤心的一段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学长的陈蔡就在这一段 他在陈蔡这一段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楚昭王们 听说孔子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准备派兵把孔子接到楚国去 可是陈蔡的这一帮小政客们在家里面商量 这个孔子在我们那儿待的时间久了 我们都得罪过他 孔子的那一套梦我们不欣赏 孔子也不喜欢我们 他如果到了楚国 在楚王面前说我们的坏话 楚国那么强大 那就没有我们的好骨子吃了 我们趁着楚王没来之前 我们干脆把孔子杀了算了 就把孔子包围起来 很多天 所以我刚才讲到了 从窄病 莫人心 根性的弟子们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子路就想不通了 子路就很生气了 子路就跑到孔子来 就问了一句话 听子亦有穷乎 这句话问的真是非常好 孔子的回答也非常好 子路很淳朴 子路有非常淳朴的道德信仰 子路的小思路是这样的 我们既然有这么高的道德修养 那这世界上的人都应该尊重我们 我们既然是好人 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心得痛 是不是这样 我想我们在座大多数人 在座的大多数人 可能想法都跟子路是一样的 我做一个好人 对吧 我做一个君子 那我肯定行得通 我肯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就是子路的想法 所以当他跟着孔子一再碰鼻 到了这个时候 连饭都没有吃的时候 他就想不通了 满脸的怒气 跑去问孔子 老师啊 我们这样的君子 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 这个穷不是经济上的贫穷 就是要走投无路 君子怎么会这样呢 孔子当然想的比他多啊 孔子说 君子顾穷 这句话真是值得我们三思 因为你要做君子 你就必须准备接受这个秘密 君子本来就往往走投无路的 但是君子有一个 跟小月有一个区别 君子本来就往往走投无路 但是君子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品行 不会堕落 如果小人走投无路就怎么样呢 小人穷 思 滥 那就会污落不作了 孔子在这里 当然对子路也算是一个一点小小的告诫 对吧 因为子路他知道这个人本来是个绿女好汉 对吧 一旦发了火了 可能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 对吧 孔子说你要记住 并不是道德修养好了 你就会畅通无阻 恰恰相反 并不这样 但是君子可以做到 道德给我们的好处在哪里 道德给我们的好处 不是让我们可以畅通无阻 他给我们的好处是 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保不堵落 这就是道德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比小人强强在哪里 就是我们穷困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高贵的品行 而小人可能就会不乱 就会无恶不做 就会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孔子通过这些事情就知道 可能弟子们都有一件 他要做一做思想工作了 所以把弟子们一个一个叫进来 他叫了三个代表人物 第一个就是子路 他把子路叫进来 他先赢了石金上的话 所以我们这些人啊 既不是野兽 也不是犀牛啊 率比旷野 为什么我们在旷野上老是奔波 还被人包围啊 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 忠犹列国却处处碰鼻啊 然后子路就讲了一段话 子路不是说 子路很臣脱 子路说 那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仁德 还没有修养好啊 我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啊 我们还不够人啊 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啊 我们还不够智慧啊 所以别人不会照着我们去做啊 然后孔子告诉他 子路啊 如果一个人 只要他能够做到仁德 就一定能让别人信任他的话 那么怎么会会有伯仪和舒淇呢 伯仪和舒淇难道不是很仁德的人吗 可是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饿死守阳山啊 那两个仁德的人物最终是饿死的 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他史记有五种体力 本纪释迦列传 本纪是继帝王的 释迦继诸侯的 列传就是继各类的杰出的人物的 在列传里面有七十篇 七十篇里面的第一篇就是伯仪书期列传 那就是司马迁认为 包裔时期是所有的杰出人物里面最杰出的 一流的人物 他们够仁德了吗 可是他们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饿死的 我们今天饿 你们只不过饿得爬不起来了 还没饿死呢 还再饿几天才能死 急什么啊 可不可以告诉祖路的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人的人德和一个人的智慧 和他的命运没有关系 历史上确实如此 后来司马迁写这个波裔时期列传的时候 也一再 在这篇传记里面 司马迁也一再提出疑问 波裔时期列传 这个传记在司马迁的七十篇传里非常有意思 他一开始就不是写传记 他一开始就是发疑论 整个一篇文章主要是疑论 就是在发表疑问 什么疑问 就是说道德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道德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为什么人德的人智慧的人 往往 他的命运更为坎坷 他往往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挫折 道德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到底对道德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期待 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 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功利的想法 来理解道德的话 我们不可能实行道德 为什么 我想做个好人 当我老是吃亏以后 我就不会做好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来想的是 我做好人是为了好处 所以孔子的这地方就是告诉我们 道德的唯一的好处 就是让我们在有处折的时候不度论 并不是保证我们没有处折 这是对道德最透彻的理解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在这个境界上理解道德 都能在这个境界上 提升自己的道德 牟利自己的道德 都能从这个角度 来对道德 发出我们自己的期待 我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徘徨 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 不会有那么多的迷茫 我们不管碰到多少挫折 我们仍然会做一个好人 我们绝不至于堕落 这就是孔子 对子路讲的话里面的含义 非常富有道德的教育意义的 所以孔子很多的教法 不是说他专门开一个道德课 我们现在大学里面 中学里面开什么思想品的课 对吧 大学里面也会开一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能理学的课 能理和道德 不是一种理论的东西 它是实践的东西 它不是供我们研究的 是供我们去实践的 好了 然后 孔子又把第二个学生叫进来 子贡 如果说子贡是最忠诚的人 那么子贡就是最聪明 最智慧的人 所以他讲这个人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人 是吧 子贡进来了 然后孔子就问他 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啊 那子贡就说到了 老师啊 你的道太大了 你的道太崇高了 太伟大 太崇高了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太渺小了 我们现在所碰到的猪和 都是那些下等的中等的君主 他们不是那些 我们想象中的 那个那个那个猪王 猪文王 那个商汤 对吧 那个姚水里 这样的圣君了 面对这样的下等的 对吧 中等的君主 我们这样的道太崇高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降低一点标准了 我们标准降低一点 他们是不是就可以照着我们来做了 这又是一个思路啊 孔子说 子贡啊 你的志向不远啊 因为你碰到凑交了以后 你会降低自己啊 降低自己就是从某种意义上 就是堕落啊 一个好的农民 他只为跟众 不为收获 一个好的工匠 他只想着把东西做好 他没有想着去讨好别人 所以我们看老子和孔子 都有反功利的一面 一个工匠 我只想把它做好 我只想做出最漂亮的东西 我没有想着讨好别人 但如果做好了 做成最好的东西 自然别人会喜欢 那你子贡现在想着 首先是我搞一个东西 要适合你 要讨好你 所以子贡啊 你的志向不远 你在心仰上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不会走得很远 你的人格的境界将来不会很高 所以孔子这一段 在这个陈蔡圈良这一段里面 和他这几个 这个子贡和子路 这两段地话 真的是太有意义了 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 中国伦敏学史上 极其重要的 一个章节 非常富有教义的一个章节 他真的是把道德的意义 以及在实践过程中 所碰到问题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讲得太透彻了 最后他把阎晖叫进来了 我说这三个人 三个是一个代表 一个代表 子路是代表勇气的 代表忠诚的 子贡是代表智慧的 而阎晖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道德的 所以孔主拿同样的问题来 为阎晖的时候 我说阎晖啊 你看我们现在 对吧 怎么一直是这样碰鼻 对吧 甚至到了今天 对吧 连粮食都没有吃了 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你考虑考虑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 子这个阎晖们讲了一段话 他说 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来容 你的道太崇高 你的道太伟大 所以这个渺小的天下 无法容得下你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容不下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夫子推啊 行之 不容合并啊 你就站着这么一个高的标准上 来推广这个道 不为世道所容 那没有关系 那不是我们的事啊 不容然后见君子 这因为不被别人所容 所以才看出来是君子啊 什么叫容啊 你要所有人都喜欢 那肯定不是君子 所以孔子讲了 所有人都说好 那你一定要小心 所有人都说他坏 那也要小心 这种人都不大可信 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人呢 好人说他好 坏人说他坏 这样的才是可信的 如果一个人坏人都说你好 那可是麻烦的很 那就是消愿得知贼也 所以不能够求庸 这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这就是人格许仰的最高境界 我照着这个目标 坚定不移的去走 然后子彦会还讲了一段话 对吧 假如我们没有提出好的道 那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的丢人的 我们应该引以为羞耻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么好的道了 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了 现在感到羞耻的不是我们了 是什么人呢 是那些有国有家者 也就是那些诸侯们 不是我们了 所以我刚才讲到了 道童和正童的问题 孔子作为思想家 他把道统建立起来了 而且这个道统 在孔子看来 是绝对合理的 绝对合乎于道德的 我完成了我的使命了 至于你世俗的政权 能不能够照我的继续做 那是你的事 所以 颜辉在这地方所讲的话 那就符合孔子的心意了 所以为什么说 颜辉一直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 就是他的境界和孔子是差不多的 在宋代的人看来 那吧 孔子的圣人 亚圣 还不是孟子 是谁呢 是颜辉 可惜的是颜辉死得太早 这是陈蔡绝良的一段 我们说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到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对于道德问题 对于修养问题 对于道统的问题 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思考 很深刻的思考 这是在失败中进行的思考 在这个思考里面 他们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绝不降低自己的品格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 楚昭王准备重用孔子了 应该说孔子又出现了一次机会 可是这个时候 孔子本人所拥有的音势 恰恰使得他失败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看 昭王将于宿舍第七百米 封孔子 楚昭王准备把七百米的 这么一个登记过 户籍的这么一个地方 送给孔子 封给孔子 那这可是真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对吧 以前那么公商富饶啊 对吧 这个陛西啊 曾经拿一个很小的地方 请孔子去 孔子都想去 现在把七百米封给他 那当然孔子可以在这个地方 施展自己的 来推行自己的这个道德理想 推行自己的治国的理想了 可是呢 这个时候有人 跟楚昭王讲了一段话 也是楚国的成像 另一嘛 楚国的成像叫另一 紫西 给楚昭王问了几个问题 说 你的手下 搞外交的 有没有一个人 能够像子贡那么有 杰出的才能呢 楚昭王想一下 我的朝廷里面 还真的找不到一个 搞外交的 比得上孔子手下的子贡的 没有 然后又问他 那么你的 身边有没有一个 当你成像的人 像阎辉那样的人呢 楚昭王想一下也没有 你仔细也比不上阎辉 那么 你的手下 带兵打仗的 三军司令 有没有一个像子贡那么勇敢的人呢 楚昭王想一想 也没有 那孔子 这个仔细又问了 那你手下还有没有一个 掌管国家的事务 像 宅宇这样的人呢 楚昭王想一想 也没有 你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吗 楚昭王突然发现 他的小朝廷里面的人才 还比不上孔子手下的几个学圈 孔子手下有当时一名的外交人才子贡 有一名的宰相 有一名的三军司令 他又用一名的掌管国家的公共事务的宅余 这样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了 那天下到底是你楚昭王的还是孔子的 所以我们说孔子自身所拥有的这个人才的优势 恰恰使人不敢用他 所以楚昭王又打消了这么一个念头 这可以说是孔子最后一次机会 后来他就没有碰到过 真正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说虽然孔子是积极于用事 但是呢他在周庸列国十四年的过程里面 他碰到的就是两个字 失败 那失败 他曾经有过成功 但是他最终是失败的 我们上次讲到孔子的这个个人道德修养 我们说他是从凡人变成圣人 又从圣人变成凡人 那我们今天讲孔子的对吧 外王他是有失败 然后成功 最后又成功怎么样呢 又失败 在那个时代 对孔子的这样的政治上的一种行为 对他周庸列国的行为 还有很多的冷了心的这些隐士们 不断的在讽刺他 我们刚才讲了孔子是热心肠的人 而隐士是冷了心肠的人 冷了心肠的人 他觉得孔子这样的做法都是无用的 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一般人看来 那当然是 可能很傻瓜才去做的 所以我们下面 在雷语里面会看到 有很多的隐士们在讽刺孔子 在楚国他碰到的这波 首先就是楚狂 一个楚国的狂人 这个人的名字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进来 那么雷语的记者呢 就把他编了个名字叫杰语 因为孔子的马车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这个人故意从孔子的马车旁边经过 所以叫杰语 就是拦住孔子的马车唱了一首歌 讽刺孔子 奉系奉系何德之衰啊 他也是讲言语 把孔子比喻成凤凰 凤凰凰凰凰凰凰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的个人的品行怎么这么衰败呀 你这么明显的事实你都看不见呀 王家不可见 来家有可追呀 你以前做错了事就算了 你将来要改掉了 不要再这么做了 你终于天下想救这个天下 这个天下能救吗 一呀一呀 算了吧 算了吧 禁止从政宰带啊 现在要从政很危险啊 这个人在孔子的面前就很挑选的 唱了这么一首歌 孔子赶紧从马车上下来 想跟他聊一聊 可是这个人怎么样 避开了 凶雅被之 脚步快走 离开了 不愿意跟孔子说话 但是我们从这个人的话里面 可以看出来 金之从政宰带啊 从政很危险 而且是 这个世道已经不可救了 一呀一呀 算了吧 救不了了 这个救不了 从下面的一段里面 可以看得更明显 这十八点六 就是列为第十八章 第六则要得讲得更清楚 就是 就是子禄啊 曾经碰到两个人 一个叫长居 一个叫鸡腻 这两个名字也是银食边的 因为这两个人都在水田里面 所以你看一个居 一个腻 都是在有水 有这个三点水旁 两个人在水田里面 干活 一个人个子很高 所以叫长 一个人长得块头很大 所以叫结 银食边的名字 因为这两个人只是银食啊 偶然碰着的 没问名字 孔子经过那个地方 走过一条小河 不知道渡河再来的话 他就派子禄去问 子禄去问了 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这个河的渡河在哪里 可是这两个人 不但没有回答 这个子禄的问题 反问子禄 那个拉着 这个直着这个马江绳的 在赶车的那个人是谁啊 我们说孔子赶车的技术很好 他和他弟子们 终于列国的时候 基本上是他赶车的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首长开车 对吧 其他的人在后面坐着 别人赶车的技术没达高啊 所以孔子正在弟子们面前 没有架子的 所以基本上就 那个水轮 拉着个江绳来赶车的人是谁啊 然后子禄就告诉他 为恐求 为什么自己把它叫恐求啊 有给别人介绍自己的老师的时候 对吧 你不能讲孔子 是孔先生 不 那是恐求 是鲁恐求吗 是鲁光的恐求吗 看 所有的人都知道鲁光有一个恐求 孔子的知名度很高 他在当时已经有很强 很高的很高的知名度了 他一直在周游列国 一直在宣传自己的主张 所以上次的那个 不光是诸侯们知道他 甚至那些草野之人都知道有孔子 然后子宫说 这个子禄说嘛 是的 然后这个人就说了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如果是孔子的话 他就不要问我杜口在哪里 他知道杜口在哪里 这话说的真是很难贴啊 如果你去问路 别人这么来了一句 你高兴吗 但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 你孔子应该知道 你不要在外面跑了 你赶紧回家吧 你的路不是往前走 回城市案 这个子禄给别人说呢 子禄也原先也是一个很强抗的人 如果以前他不经过孔子的教育 如果是这么跟他讲话 他可能要把他杀了 但是经过孔子的教育 他好歹想是孔子的学生 那应该懂礼貌 强忍着怒气 他又问另外一个人 我也有吉利问了一个大块头 大块头说 那你是什么人啊 子禄老老实实说 我嘛 我姓忠明游叫忠游 我是孔子的学生 这个大块头把孔子教训没法 这个话很有意思 滔滔在天下皆是也 谁与异之啊 现在天下混乱 到处都是乱臣贼子 到处都是弑军的叛国的这样的人 犯上责乱的人 你们跟谁去改变这一切啊 谁会帮你们去改变这一切啊 所以你老师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这是说他的老师 然后呢 又说子禄 且而与其从毕人之事也 岂若从毕士之事在 这非常有意思啊 一个毕人之事 一个毕士之事 什么叫毕人之事呢 同体就是毕人之事 我在这个地方碰到魏宁公 魏宁公不好 好我不踩你了 我到别的地方去 我把魏宁公避开 我去找一个可能听我话的人 这叫毕人之事 说明同志怎么样 还有信心 虽然魏宁公不好吗 可能对吧 鲁昭公可以 或者是对吧 这个土昭王可以 他还有信心 这个不行 那个行 是吧 我只是避开了些不行的人 我找个新的就行了 但是这些藏着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毕士之事 他们是彻底冷了心了 他们是彻底看透了 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好国君 找不到一个好诸侯 所以我对他们全部通通不抱希望 我彻底的跟这个世界都避开了 毕士 然后这个基睿就说了嘛 所以啊 他说我告诉你 你与其跟着孔子 你还不如跟着我们来 他简直想把孔子 把这个子路拉过来 子路身体好啊 对吧 跟他们一块种田 那是个好劳动力啊 下面我们看到一段也有这个意思的 对吧 你看这话意思很明显嘛 你与其跟着孔子那样的避世 避人之事 还不如跟着我们避世之事 我们三天一块干 然后我们就种种田养活自己 挺好 那子路回去把这个话给孔子讲 我们看孔子讲了一段话 这是非常感人的一段话 这个孔子污染于啊 孔子满怀忧伤啊 很忧郁啊 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讲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周恩王是很忧郁的人 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世人都是忧郁的 为什么忧郁啊 忧天下呀 先天下之忧 忧啊 所以他满怀忧伤的说了一段话 了受不可与同情啊 我们是人了 我们不可能去避 就到三年龙和鸟兽生活在一起啊 我非私人之突鱼啊 谁鱼啊 我不和人生活在一起 我和谁生活在一起啊 人是我的同胞啊 如果他们的处境不好 我不想着来改变他 我不想着去帮助他 我怎么忍心啊 你看 这就是孔子 这就是圣人 圣人 圣人绝不仅仅是追求自己一体的道德修养 他要近视 他看到苦难他忍不住 他看到丑恶他也忍不住 他看到苦难的时候 他有仁慈心 他看到丑恶的时候 他有杀发心 他要杀 这就是圣人 所以孔子说好人不是说谁小都叫他好 一定要坏人叫他坏才行 因为他有杀心 碰到坏人要杀 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孔子 对人家的苦难 抱有的那么 广大的 深厚的 同情心 那样那种慈悲的心怀 所以中国虽然没有宗教 但是孔子 这样的人物 他那种广大的慈悲 他和那个释迦牟尼 和穆罕默德 那是一样的 没有这样的正视的情怀 成不了圣人的 你今天做一个影视 成了圣人吗 孔子那是那么多的影视 像前面有楚匡 这地方有长居有吉利 都讽刺过他 这些人有谁记住他了 他们还不是考孔子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人吗 名字都不知道了 所以这一段也很有意思 然后下面还有一段 又是子路 子路从阿赫遇遇上人 子路跟着孔子的后面 周永烈国 子路是最喜欢跟着孔子跑的 有的人跑一跑 这段下我不跑了 子路永远跟着跑 孔子也希望他 他武功高 如果碰到坏人了 子路一站出来 很安全 孔子自己讲过一段话 我自从有了子路以后 几乎很少听到 有人在我们以前 讲难听的话了 别人不敢得罪他 旁边站着一个 那么一个凶声恶杀的人 你敢对孔子 讲话不礼貌吗 所以孔子出于的时候 也愿意带子路 子路也特别喜欢跟着他 但是子路这个影缺点 他喜欢让跑 他老老师坐在马车上 他身体好 老人跟着跑 跑着跑着就跑丢了 他经常掉队 这次就掉队了 老师都跑没了 他找不到了 然后遇上人 不是遇到一个老丈人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老年的来人 叫丈人 后来我们就说老丈人 岳父叫丈人了 这个年级大一点的来人 对吧 用一个手杖 挑着一个出草的工具 然后这个子路呢 他一急啊 他问话问得也很怪 仔细见夫子后 你看到我老师了吗 你说你到大街上去问一问 你看到我老师了吗 我问他莫名其妙 所以这个老丈人就很生气 对吧 就骂了一顿 四题不清 五谷不分 所谓夫子 对吧 我看你这个人 对吧 四题不清 五谷都分不清 谁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还知道你的老师 谁是你的老师啊 把他披头盖脸一顿骂 那子路怎么样呢 非常规矩啊 拱啊 拱啊 拱着手 这么站着 所以我子路那么强抗的人 你看经过孔子的教育以后 他变得真是彬彬有礼 他这个跟李葵 他原来就是李葵 李葵如果碰到孔子 就变成子路了 子路如果不碰到李葵 不碰到孔子 就是李葵了 就这样的人 然后我们这个老头子就 很有意思 老头子把他带回家去 请他吃饭 给他杀了一只鸡 还煮了个小黄米饭 然后还见妻二子也 让他两个子出来见 这个子一般的 把他两个儿子带出来见 不一定的 因为那里你们明确讲到了 子是女儿的 孔子就把自己的 以子妻之 孔子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龚也长 那就叫子 这个老头有可能就把两个女儿 带出来让子路见一见 也有可能 他招续了 真想变成丈人了 身体好嘛 对吧 留下来有个好劳动力啊 很多人都想把子路招下来的 所以身体好 身体强壮 真管用啊 身体要好好锻炼锻炼 对吧 那么孔子 他这个子路在做了一晚上 第二天吧 还是赶路了 找到了老师 老师把这个情况 跟老师一讲嘛 孔子也是很伤感 你碰到的 这是一个隐士啊 然后让子路 你再回去见见他 跟他谈一谈 你看孔子碰到 凡是有道之人的 他就不会失去机会的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可与言而不与言 失人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失言 什么意思呢 你碰到一个人 你就应该和他交谈交谈 你却失去这个机会 你就和一个 你该交谈 该结交的人 没有交谈 失之交臂 很可惜啊 你不该跟他讲 你跟他讲半天 那叫什么呢 叫失言 所以孔子在 中英列国的过程里面 他碰到那些有道的人 他总想跟他交谈交谈 前面楚方 他想交谈 不跟他谈 对吧 这个地方他碰到一个隐士 他让子路 你再回去跟他谈一谈 拿几个问题 就问问他 然后子路 子路跑回来 可是老丈人怎么样呢 不在了 不是搬家了 躲开了 不愿意见 跟那个楚方一样 不愿意见 然后子路讲了一段话 也很有意思 讲的挺好 不事无意 这话讲的很好 不出来做官 是不符合道义的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 看作是一个简单 就是做官 那就好了 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仅仅住在家里面 做所谓的纯学问 是不符合道义的 知识分子 必须参与公共事务 然后他才能 推动社会进步 君子之事 行其一也 君子出来做官也好 君子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 参与公共事务也好 不是为了 谋取自己的私利 是干什么 行其一也 是推广道义 是要推动社会进步 然后子路也讲了一段 非常好 道之不行 以知之以 我们也知道 我们道在现在 这个社会里面怎么样 很难提醒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还要做 所以子路 也有孔子的 知其不可 而为之的精神 没有这个精神 他怎么可能一直跟着 孔子周游列国 他追责孔子 四十多年 就这么个人 所以孔子到此后 自己完全失望的时候 曾经讲了一段话 对吧 道不行 趁福福于海 从我窄 骑鱿鱿鱼 当我对这个世道 完全失望的时候 这个世道完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倒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完全没有提广的可能的时候 我就坐这个小船 到海外去 那个时候 能够逼死我的 大概就只有一个子路了吧 只有中游了吧 所以我前面讲到了 对吧 讲到孔子 跟子路在陈塞世间 对他对话的时候 我说 子路实际上是对道德 抱有非常 单纯的信仰的一个人物 他对道德抱有非常单纯的信仰 这种人真是太少了 太可贵了 我们说孔子的伟大 就在于 他凭借着自己个人的德行 把那个时代 最杰出的人物 全部 费集在他的周围 我们从刚才那个 楚国的利盈 仔细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新政人才 官僚人才 都在他的周围 而且那个时代里面 追求道义 百折不牢的人物 也都在他的周围 像子路这样的人 像延回这样的人 也都在他的周围 这就是孔子的成功 战国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春秋时代 孔子的春秋末年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说这是一个乱世 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时代 是一个森林涂炭的时代 是一个灵穴飘鲁的时代 后来的孟子讲到了 这个春秋时候 他说春秋无意战 春秋的战争 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 都是混战 在这个混战里面 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百姓 孟子说 杀工地之战 杀人淫义 工程之战 杀人淫成 这些诸和们 如果为了争夺土地 发动战争 杀死的人 把援眼都逮满了 如果他们为了争夺一座城池 来发动战争 杀死的人 人把一个城墙都 城池都盯满了 所以这是一个流血飘楼的时代 是一个神明涂炭的时代 是一个苦难重重的时代 是一个这些宗侯 这些军阀们 为非作歹的时代 是一个黑暗的 是一个无道的时代 但是 孟子出现了 这一个时代 就不是一无是道 就不是完全的 都是负面的了 孟子出现了 这一个时代 除了是一个无道的时代之外 除了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以外 我们还看到 这也是一个 快要看见曙光的时代了 是一个快要看到光明的时代 是一个无道的时代 但是同时又是一个道义 达到推广的时代 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时代 同时又是一个 人正的理想 被欺出来的时代 又是一个慈悲 人外的思想 得到推广和贯彻的时代 所以这一个时代 我们说有两方面的特质 是两个时代 猪魂门的时代 和孟子的时代 哪一个时代是战上风的呢 我们当然可以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 猪魂门战上风 孟子是失败的 但是我们一定 对道德 一定要有信仰 孟子会取得他的成功 当孟子聚集了这么多的英雄 这么多的接触的人物 这么多的时代的精英 在他的周围的时候 这个时代的性质就变了 我们现在对这个时代 投去的 不是灵敏的目光 而往往更多的是 增进的目光 因为在那个时代 出现了孟子 这样伟大的人物 以及他身边的那么多 接触的人物 他们 让这个时代 无上光荣 从这个意义上讲 孟子又是成功的 孟子在他自己的时代 他的政治可能是失败的 但是他失与有证 他最终成了万事失表 中国历来的 自古以来所有的政治都受他的影响 因为孔子告诉我们 好的政治 是仁义的政治 孔子说 正宅 正义 就是政治的这个正 是什么呢 是正确的这个正 这个正确的正确是什么 是正义 是正道 好的政治一定是符合正道的 一定是合乎于正义的 一定是公正的 这样的一种道德理想 只要存在着 哪怕这个世道 多么黑暗 我们总有起诉这个世道的权利 我们有起诉他的根据 我们有革命的理由 所以孔子和孟子 都一再跟我们说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 如果你的政治黑暗 人民 有权利起来革命 孔子非常赞同商汤 赞同周五 周五和商汤 就是革命 后来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当七学二位孟子 说 山中王是国军 中王是臣子 臣子把国军杀了 这不是犯上足乱吗 孟子义正词言的告诉七学王 错了 当山中王的政治 变得如此黑暗和无道的时候 他就已经失去了天子的资格了 他就不是天子了 他是什么呢 他是遗夫 一二三四的遗夫 就是丈夫的夫 他就是一个孤家寡人 当他变成孤家寡人的时候 天下的人得了诸之 所有的人都可以杀他 是多么伟大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 孔子 虽然在他那个时代 他自己的政治可能是失败了 但是他给了我们起诉暴政的根据 给了我们反抗暴政的理由 并且给了我们革命的权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